讲到华春莹 我们刚好准备了他的图 你知道吗 华春莹现在跟秦刚一样是流量王 只要跟他有关的 哇 这流量都很高 还有很多网友调出他年轻时候的照片 长得真的很漂亮 非常漂亮 华春莹的推特最近连发了好几张图 当然就讲G7 有没有 因为G7就是一个抗中大会 这个是什么 一个景底之蛙 有没有 G7等于世界吗 他要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 是不是G7是个景底之蛙 为什么说是个景底之蛙呢 来看看G7的影响力 引用数据 从这个2013年到2021年来看 光是中国大陆对世界经济的成长的贡献 38.6% 但是G7 7个国家加起来多少 25.7% 经济实力讲话 还有从人口还有面积来看 G7的人口总和占世界只占10% 面积总和占什么 占16% 对比强烈的我们都还没有讲到金砖 在下一题我们还会讲到这个金砖 所以华春莹现在真的是很多年轻人是图像思考 他已经不愿意看那个长篇大论的论述 但是图像大家看没有懂 特别是有个青蛙 这种图年轻人就看得下去 所以华春莹确实是get住了这个年轻人的很多思考模式 难怪最近他超级红 回到刚刚那个 所以我打断了这个委员 委员继续说下去 他告诉大家 如果中国是一个威胁 那么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G7成员 是什么呢 每一个问题都问得非常好 而且他的推特我经常看 他的英文也非常好 对于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华春莹简直就是中国的招牌 你看嘛 跟那个美国白宫发言人 还有什么科比啊 那个我们就不提了 那马上把他们统统比下去了 所以我是觉得中国大陆朋友要感到很开心 你们有个培养出一个华春莹 不错 真的不错 对 华春莹 那其他的表现很好 欧文斌的表现得非常好 那现在耿爽也很好 不过派去当年六国大使了 那有这样的一个外交团队是中国之府 文扎文打 那现在好像很少人在讲 讲中国是战狼 对不对 因为毛林跟那个华春莹 欧文斌你推出去 你就很难讲他战狼 他就半温和的跟你讲一些 让你一听都懂的道理 那让你无话可说 语气很温和 但是语意还是非常坚定 对 对 对 就是你根本无话可说 比如说 他讲说中国是威胁 那请问一下你们动不动发动战争 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讲到欧美老百姓的痛 为什么 尖端有力了 每一次发动战争 这老百姓要交钱了 你不要不交钱 纳税就要交钱了 所以用金鲤之蛙来形容G7 应该来形容台湾的绿美 更加的精准 实力会说话 大陆今非昔比 你美国可以制裁大陆 大陆也可以制裁美国 这个下重手 我们昨天这期流量超级高 美光遭到制裁 这个全球震撼 这个在中国大陆全部禁售 有没有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隔天 其实在这个电子股的部分 包括这个三星啊 等等都是大涨 但是美光重挫 百分之二点八五 这个是领跌的一个概念 那当然了 在这个美光被禁售之后 我们知道像华为 华为跟美光买了很多东西 那就会留下一些缺口啊 美国已经跟影席月奖了 你叫你们韩国不准卖 不准卖 所以啊 你觉得大陆会这么傻吗 对不对 我制裁了之后 我自己缺口 我也没办法补足 最后害到我自己 应该不会哦 所以大陆券商在分析 大家不用怕 美光被禁售呢 可能会有利于大陆的 存储晶片 同时指出了具体的 包括这个长星存储等等 长江存储 各工不同的一些领域 特别是在二零二年 有多家外国机构 已经发现长江存储 在部分的技术当中 或许已经赶上 甚至领先了世界 达到了这个位置 还有让大家炸锅惊讶的是 大陆网媒也告诉大家 美光不只做晶片 还做这件事 什么事呢 在二零一八年到二二年 美光五年来 花了美元九百五十四万 用于游说美国政府干嘛 打击中国 懂吗 所以美光不只是制造而已 他还要游说拜登政府 有没有 帮我去打中国 所以这次我们看到 这个不断的制裁 中间有很多游说的一些影子 中间都是钱 大家看得到 那五年来美光总共 按住推动打压了大陆 四家跟存储相关的公司 全部都找出来 包括福建进华 包括台湾联电也有 长江存储 合肥长兴等等 要把中国存储 自主技术的火种熄灭 那美光五年前 在大陆的营收只占 大概占比一度高达百分之六十 你知道吗 占比这么多 所以他还嫌不够 他把这些全部打掉 市场要全部拿下 华为也曾经是美光的最大客户 美光营收的百分之十三 来自这个华为的晶片销售 所以委员你怎么看 重点还是在于怎样 哇天哪 美光原来还做了这么多 这么多的一些事情 大家都不知道 企业台面下 也真的是做好多政治操作 那大陆把美光禁售 你觉得大陆的思考 有没有这么简单 是不是已经有底气了 大陆的各方面 值跟量都可以跟得上 大陆这个时候终于醒过来 以前他对于外商 一些奇奇怪怪行为 龙伦度的超高的 但是不是也是因为没准备好 也有可能 但是对中国大陆来讲 这个对美光进行安全调查 这个是鉴止美光过去的不良行为 而且这个不会有所谓的 智商八百的问题 理由很简单 因为全世界 这个所谓的记忆体市场上 第一大的不是美光 第一大是三星 来那个张图掉出来 然后导播待会放在中间 那个画面当中 第一大是三星 第二大是海力士 美光相对还规模比较小一点 那更加有趣的 三星跟海力士 在中国大陆的工厂规模 都比美光大 所以表示什么 你这个美光不卖给我 没有关系 三星海力士会卖 那你说三星海力士 会不会听美国的话 不再卖呢 问题如果三星海力士的 在大陆的规模长那么大 他不卖给大陆的话 他这两家公司会倒闭 就是通通卡在一起 所以你拜登政府 或者是商务部长雷蒙多 耍把戏的空间就没有了 所以美光就乖乖的怎么样 要接受这一次的安全调查 而且大陆这种所谓 用国家安全的名义 不是自己创的 是学你美国的 美国教的 好不容易把大陆教会 教了好几年 现在才终于学会了 对不对 你看大陆 这个都憨厚 对不对 联中国家安全 修理企业的方式 学了那么久 对不对 好不容易懂了嘛 早该做了嘛 早该做了嘛 而且不会有影响 那长江存储跟长新存储 它在成长当中 规模还没那么大 但是规模本身不是问题 只要技术赶上来 它规模就可以扩大 所以这个大陆的分析是对的 可是目前美光 它被大陆用安全调查 还只是叫大型企业不能买 也就是说 你在大陆上的工厂 你在中小型企业 你还狗眼残喘 表示这我们叫什么 留校查看 成绩补一补 如果好一点 还可以慢慢恢复 基本上是这个含例在这里面 但是美光 花了钱去找 这些美国政府 去干这个坏事 应该这么讲 这是美国企业的传统 你想想看 台湾以前 友达光电做面板多强 就有美国 美国企业设陷阱 那就让 友达跳进去 下次挂了 重计就挂了 那台湾政府不会保护台湾企业 刚这情况还去坐牢啊 对 而且罚了多少 罚了五亿美金 那台湾政府是不会保护台湾企业的 台湾政府会保护美国企业 不会保护台湾企业 永远要记录这个事情 但是中国政府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 你美国企业要搞鬼 他就什么呀 有实力拿出来对你美国企业进行惩罚的行动 当然这两天 那个大陆的商务部长王文涛也把很多外商找来 你们都是乖孩子 你们没有做坏事 你们放心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对所以这个制裁美光看起来也是刚刚好而已 而且蔡委员还觉得 他跌那个2.85%只是跌一天而已 他上前面跌了一段 启动调查都开始跌 跌到6% 5%等等 跌了很多 所以制裁美光也是刚刚好而已 而且蔡委员看起来还太慢了 还没有制裁干净 还留了一个缺口 我们都替他急 他皇帝不急 我们这些太监急的不得了 我现在敢这样做 表示各方面都跟上了 所以没错 大陆的分析是这样 有没有 反而是给大陆这个晶片业 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